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Maxx我先生的理想和拜议 monsieur typing 这里是这样说的,如果纯粹是化石来说 很多时候DNA的样本就流不下来的 这里很多时候是说,应该多数人不是在说化石 譬如我说一些古时的,又不一定需要很古 我就算让你找到清朝的史也好 找到一个夏商周时代的史也好 总之它留得在那里,它就不会是化石的 因为时间这么短,它留得在那里 很多时候的原因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它能保持在那里呢? 因为这些史本身都是非常有机的东西 它很容易就已经是菌自己吃了,即是瓦解了自己吃了 以我纯粹的估计,很多时候可能有机会被风干了 最主要是抽湿了 是的,抽湿干了的话,它反而能够流下来 一不然就可能是冰了 即是在一些比较冷的地方那里能够冰住 要么在沙漠地方风干了,要么就冰住了 要么你想一下我们现在保存食物的方法 要么就冰住它,要么加防腐剂,要么风干它,要么用盐醃住它 你总是有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 就令到这些股市去保存了 这里讲股市来说,我想最大的价值 其实我们将这些股市当作考古 即是我们由以前一些生物流下来的遗迹 来考证它吃了什么东西 其实在那个生物学或者古人类学里 那里面有没有这个市的考古学这个学问 原来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而且也很拓赖是因为有了这个基因工程 令到这件事是有了很大的进展 即是你譬如那些现在的生物学家 你研究那个人健不健康,熊猫健不健康 那些熊猫专家就真的拿一些熊猫屎在手里搓散 然后拿来问一下,然后大学知道它健康不健康 甚至乎你如果看中国古代 一些御医都要问一下皇帝督屎如何 来问一下龙体是否安康 但是这种传统望文文学的手段 在一些比较更远的屎的 sample 来说是不合理的 当然你也可以和它做一个化学的分析 你将它显微镜拍一拍 以及看看里面有什么化学成分 你大约知道它里面是有什么 多数都是有机物 但是你始终用化学分析 其实你将它的东西拆散了 它里面是有什么结构和具体上是什么有机物 你一条草也是有个 你吃了一条草和吃了一条菜 你也是验到碳水化学物和一些纤维素在里面 但是究竟具体是来自一组什么生物的呢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种 是由生物层面 甚至Bio Technology 就是分子生物技术层面的分析 你才能够获得它更加多 这个生物和本身的生态的资讯 如果它是一个动物的时候 它本身是什么动物 它吃什么呢 甚至乎如果它是一个人的时候 这些古人以前的善食是什么呢 如果对于考证古人的善食 我们也有一个方法 比如看它本身的围骨 它的牙类液着什么 如果还有软组织存在 它说我们可以抽软组织 知道它大概吃过什么 糖分高不高 它究竟是吃肉 还是吃農作物 但是开启另外一个窗口 就是由它糞便做化验 这种不是只有化验 这是一个基因检验 现在在说它们能够拿着这个基因的分析 来去将一块市的相片 你去问一下它究竟是狗市还是人市 以及里面是有什么 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现在我们看这个 是不是要很视乎那个年份 比如说说是一千年 二千年三千年 我想现在在说上二三 可能是二三千年的考古遗跡 是啊 我们如果去看一个这么长 就是这么远古的时间 那个DNA的成分 是不是要重组的 应该这么说它会散了很多 应该要先更正一下 应该就不需要去到二三千年 应该更加久都可以 因为你看回尼安德塔人 他们骨头里面那些DNA 我们可以四万年五万年 我们都有办法重组到 但是市就麻烦一点 因为中间它很巧合地能够封干了 那你可能预计它 就去不了几万年那么久了 但是可能你说 就是说 总之是一个 在我们譬如说 一个信史时代以前 还是那些所谓 神龙是有巢是 神话传说的 未有文字记录之前 是的 未有任何文字记录之前 一些暴落 现在今时今日 你在全世界都找到很多 这些暴落 有些可能近代 有些可能远古一点 那你集中去 你就不得不去 透过去 去真是去玩它的屎 才知道 当时那些人是做什么吃什么 那现在就这么说 他们就是说 他们当能够在一个考古的地方 找到这些sample的时候 那他们就 有时他们刚巧 就可以找到那些围骨 在一起 就基本上确认到 这些是由 什么动物而来的 那可能原来 那里是 真是 应该像是 一个人 专业摆屎的地方 那那个毒 应该就是人屎 但是有很多时候 都会搞错的 因为可能狗的 和人混在一起 也不奇怪 所以他们是需要 想一些实验的方法 怎样去将这些人 人龙狗的屎 用一个很科学的方法 来去否证出来呢 那现在 他用到那个 不外乎的基因方法 除了你将那个屎 的结构 去做一个电子谐味 去掃描 看看上面 有时你可以游个寄生虫 里面如果有生虫 你游个寄生虫 那个形态 你大约知道是什么 而且更加有趣 就是顺便可以做一个 寄生虫的考古 究竟 那时候的寄生虫 和我们今天的 寄生虫 有什么分别呢 在这里可以做到一个考古 然后也可以游去 它的成分 原来他发觉 有些准则是很有趣的 原来 那栋是人的屎 的时候 你很难找到 动物的毛在里面 如果那栋是狗屎 的时候 因为狗自己 可能会咬自己 他会吃了很多自己的毛 所以在狗屎里面 有很多狗毛 你很少可以在屋 屎里面 毛 这些也是他们的 考古方法 那是否说 那样东西消化 越消化不了 就越容易留下 那是指其一 但是 也有时候 始终隔了这么长时间 可能有些 和屎里本身有很多 微生物 他可能 已经瓦解得很快 所以很多时候 都只剩下一些残留的 基因片段 也都是 但是 由这些片段 我们大约知道 他们吃东西的成分 究竟是以什么食物为主 如果看这篇文章 就是说 在古代 也颇多 古代的社会 是吃狗肉的 所以 就是说 狗和人之间的 糞便 都 现在 挺容易混合 挺容易混合 就是你可以在人的 人的糞便 样本里找到狗的DNA 是啊 就是 那一块有狗的DNA 就代表着 那块一定是狗屎 可能真的是人吃了狗 这件事可以选回来 来一点点 就是说 现在检测的那些 武汉肺炎病毒 也是 你检测到阳性 其实你的阳性 是来自病毒本身 外壳上的一些特征 这个是活性的病毒 还是病毒的碎片 这就是要否证的地方 那你譬如 人吃了这个狗肉的时候 它的糞便是 的而且会有一些 狗的DNA的片段 在它煮它来吃的时候 这些DNA的片段 就打烂了一次 再经过它消化 就打烂了第二次 但是譬如 有些东西消化不完 的时候 你发觉一样可以找到 一些狗的信号 就是狗肉 所残余下来的DNA信号 所以这里来说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着意 去分别了这个 人史还是狗史呢 就变成了一个 很严肃的学问 是啊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 你这些研究 你可以去推算到 人类古代社会 那个营养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啊 你吸收到多少protein 吸收到多少蛋白质 是啊 又反过来 你可以推测到 他那个文明的程度 是去到多少 譬如我们早前也说过 原来尼安德塔人 那个善食习惯 是比我们上场中复杂的 他们一样是很懂得 去拿海产来吃的 去煮青口来吃的 甚至乎他们 懂得做很多的器具 也懂得做石器 甚至乎有人说 他们连弓箭 那些长矛 弓箭是不知道 那些长矛 他们都可以做得到 那有了这些工具 甚至乎 他有用火的证据的时候 那其实都可以知道 他们那个善食 可能和人 不是太大分别 那也由他们的老容量 都看到就是说 他们的老容量都不小 所以都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现代智人 和尼安德塔人 那个分别 可能真的没有 那个生活分别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是 都应该算是 大家都是同文同种 OK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推算到 古代人的疾病的状况 那这里 由这篇文章 我们自己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你问我 如果那个 由尼安德塔人的考证 曾经是 如果我们下今日来说 我们知道某一些疾病 譬如某一些疾病的抵抗力 对于某一些疾病的抵抗力 高还是低 其实是有少少基因的证据 当然不可以 对他们整个抵抗力 做全面的评估 但是我们已经 对于某一些过问症 他的基因渊源 我们是掌握得到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可以 大约由这里知道 某一个古人的DNA里面 究竟对于某一些病 他是能够 是熬得多一些 还是少一些 是可以说得到 那这篇文章 一个人最重要的 大家要记住 就是在他们那里 发现大量的狗时 证明一样的 就是狗和人之间的 关系是相当之密切的 是的 我想顺便也知道 那些人有没有去吃狗 可能那些狗 对于那些古人来说 既帮他们去触目 也帮他们去拨开门口 亦都拿来吃 当他完成他的历史使命的时候 那就是被我们借了他 OK 那这件事似乎就是 没办法 你这么说 用我今天的标准来说 当然觉得好像很奇怪 但是如果以古代的标准来说 始终 只要吃了生存 他们就会做 是的 那这个似乎就是跟 农坑社会的出现有关 是的 因为如果你是吃一些 在你的生活范围较软 那这个就证明 你这个是一个狗狗的过程 是的 你要走得软一点 你要走得软一点 或者他到处走 如果你吃的东西 是跟你经常接触的 那很明显 这是一个农坑社会的 是的 那这个食物种类 就会比较单一一点 是的 那所以其实呢 这个糞便的考古学呢 对我们研究 那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相当之重要的 OK 那我们这一集结束 下一节再回来